你给我连续时间吗 我还是会选这条路 我还会再开豆花水 因为我开这间豆花水 我真的牺牲了很多东西 真的我牺牲很大 牺牲很大 我开这间豆花水 好 好 好 可以 好 哈啰 我的名字是Dosan 我和我的朋友Vance 开了这间豆花水店 我的伙伴Vance 我们已经开了快要三年了 我们天天都在 在现磨 现卖 豆花 豆花水 我想用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一个名字 to pass message 给每个人 我们只是很纯的黄豆 水和斑兰叶 所以我还想到用这个名字叫做 Pure Soya Bean 所以华文叫做纯香 又纯又香 从小以前我们都很爱喝豆花水 所以天天很像我们每一次去到Bassar 别的Bassar还是哪什么地方看到有豆花水店 我们都一定会买一碗豆花和豆花水喝 我几乎每天都在喝豆花水 很extreme的啦 我们 有一次我就随便去超市买了一包黄豆 是煮来喝 我就随便煮 随便煮 我就煮出 哇 自己乱乱煮都那么好喝了 如果我找出更好的黄豆 来煮不是会更好喝 那我就煮出来 我就想说 诶 也是可以拿来做一门小生意啦 我的idea就这样出来咯 黄豆有很多种黄豆 有些黄豆是适合拿来煮汤 那些黄豆是比较不大适合拿来煮豆花水的 它比较没有那些豆香味 可是它有甜味 我们用的是加拿大的那个非经营改造的 non-gmo的黄豆 我们尽量try our best to 挑出那些坏的黄豆出来 都不要让它影响到整个好的豆浆 会会会会会会会 因为那些烂的黄豆它已经烂 有黑点啊 你磨出来 你只要它会影响到那个品质 然后我们的豆花水都是浓浓的 甚至我们冷的豆花水 通常别家豆花水店 它们都是混合了 i-cubes 会让你的豆花水你喝了 哎呀 很像在喝白棍水这样 又没有什么味道 只是那个糖浆的味道 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空间 to store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的冷的 是remain very cold but without diluted yeah That's why 我们的店的名字 叫做春香 Pure Soya Bean 因为大八药是一个老区 所以很难让这边的 老一辈的顾客接受我们年轻人 他们就会觉得我卖的东西 我卖的豆花水都是新的 新的 modern的豆花水 我觉得豆花水就是倒灰醉咯 没有新的旧的倒灰醉 倒灰醉就是倒灰醉咯 早早是有些困难了 然后慢慢慢慢我就会跟这些auntie讲 auntie来try来try try trytry啦 no harmtrying 一杯快二 以前我也是有try过请他们喝了 然后慢慢让他们接受 真的是倒灰醉咧 倒灰醉咯 不错 就慢慢让他们这样接受咯 就慢慢变成了我们的 regular customers 我的 enjoyment每天是能 第一是我每天天天都自己可以弄一杯豆奶来喝 我几乎每天都在喝豆奶 对谁呢 不会啦 我每天都在面对那个豆奶 我还可以每天再喝 有时晚上有时睡不着 然后九点多还睡不着的时候 我都会驾车出去 还会再买豆奶喝 还有是我的朋友骂我 哇啦 你每天面对豆奶 你在卖豆奶 你喝豆奶 你往上还喝豆奶 我们就是很extreme的啦 很喜欢喝豆奶的 所以不会闲的啦 啊 啊 你给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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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会选这条路啊 我还会再开豆花水 因为豆花 我开这间豆花水 我真的牺牲了很多东西 真的我牺牲很大 牺牲很大 啊 我开这间豆花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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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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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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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跟他们讲 哎 他的secret就是喝我的豆花水 啊 啊 江峰 哦 哦 只要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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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